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真是冤界路窄 又碰上了 没事小姐 看我怎么逗她 白棺长 每次见到我们家小姐都主动打审 这次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躲着我们走呢 躲 笑话 我为什么要躲你们 你们是长着三头六臂 还是清面了眼啊 我难道还怕你们 白爷 人家只是问你 既然没做亏心事干嘛躲着我 可没说你怕我 这是你自己说的 哦 我知道了小姐 因为白棺长见你一次就倒霉一次 所以就怕了呀就躲着了呗 既然是这样 宁香 咱们还是快点走吧 别让白爷再倒霉了 是的 小姐 好啊 过去都是我的错 还行兄长见谅 哎 没那么严重 你我义奶同胞的兄弟 有什么话说不通的 算了 是 父亲临终时 交代我们俩 不管什么时候 一定要抱团 还说 兄弟同心 齐力断金 可如今 如今也是一样 只要你迷途知返 咱们还是好兄弟 兄长有所不知 如今我是想从于途客栈出来 也出不来了 此话怎讲 蝴蝶城 就断定了那片甲骨 是从我们手上弄得 说什么也叫我把甲骨片还给他之后 才敢放过我 否则 否则怎样 否则 他要我的命 什么 我原来还敬他胡铁城 敢做敢为是条汉子 没想到他却如此青红不分 走 跟我找他把话说明白 要杀要寡 让他冲过来 哥 算了哥 这个时候找他 无异于鱼虎谋皮 没有用的 那怎么办 其实 办法也不是没有 什么办法 我说了 你可别不高兴啊 说 胡铁城想要的 只不过是那片甲骨 而那片甲骨 就在考古队的宿舍里 外人是不好拿 可是 如果是内部的人 你的意思 是让我去把那块甲骨拿回来交给你 你再交给胡铁城 咱们俩就都相安无事了 是吧 是 就是这个意思 俗话说 打虎七兄弟 上阵父子兵 只要我们强强联手 这事肯定能成 哥 别叫我哥 其实胡铁城根本没有说过要杀你 那些都是你编的 是不是 不 你说那些 无非是想让我帮你拿回甲骨片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都是我的意思 可我这也是为了你好啊 难得胡老伯能看得起我们 让我们帮他做事 你倒好 还帮起外人来了 你跟他们起什么后 继续 你找一些钓上 你找个赵子 你找个赵子 再帮忙 你找个赵子 这就是 你找到赵子 你找到了 你找到了 你找到赵子 搅拌均点 你们不 swatch 你找到赵子 你要去 父亲大人在上 而白云时刻不枉复仇 一定在有生之年 为您报仇血恨 杀死蝴蝶针 拿回血清玉笼 往父亲大人在天之灵保佑儿 入院一场 今儿在街上啊 你都看见三丫头那嚣张的样子了吧 他胡铁城还魂没几天 他三丫头就那么蹬鼻子上里还反了天了 胡铁城 你一定要想个办法趁早给我除掉他 少爷 要想除掉胡铁城 其实现在还真有一个机会 说 那胡铁城抓了刘培生的女儿做人质 那刘培生头鼠即戏 不敢与之争斗 少爷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如果这人质一旦 你的意思是 正是 现在我可以肯定 这刘小姐在胡铁城那儿吃喝不愁 她被伺候得好着呢 这也正是刘培生不着急的原因所在 不过 她要是死在了胡铁城那儿 那刘培生她会怎么做 一定就是与死亡活 正是 可她刘大小姐跟我们是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 我们要是那么做 未免太歹毒了吧 少爷 这成大事者 何必拒小结呢 好 立刻派人去一头歌唱打探 少爷不投 为什么 前两天 咱们三番两次的折腾 这胡铁城肯定早有准备 这鱼头客栈这么大 去找关押刘小姐的地方 这无意于大海里捞针啊 弄不好 还会中了她的计 倒不如 咱们现在以意代劳 等着胡铁城 自己露出马脚 说得没错 她蝴蝶人看似稳作钓鱼台 可手里捧着这个唐山羽 心里比谁都着急 一方面 她把刘培生引来 另一方面呢 她刘大小姐在她家里边 万一有个三长梁了 她自己都吃不了兜着送 而我们的刘大局长 她女儿被别人关起来 已经是脸面无存了 所以我敢断定 他们俩之间 那就到那个时候 何仇此仇不报 少爷 高明啊 真高明啊 老话怎么说来着 人老精鬼老灵 此话不假呀 少爷您夸奖了 但还有件事 雪清玉龙怎么办 他可一直都是我的一块心病啊 这好办 咱们差人到刘培生家 打探一番计考 不行 刘培生家岂能说去就去 少爷 要是搁在从前 恐怕不行 可是现在 刘培生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 如何营救小姐的身上 这个时候 我们正好浑水摸鱼 刺激甚好啊 最危险的地方 也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对 黑鹰 真的是这么说的 是 我刚开口 就给我骂了回来 真是不知好歹的东西 下去吧 是 大哥 大哥 少安勿躁 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啊 二弟啊 我多年的计划 竟会在 此等小人身上 我岂能甘心哪 大哥 常在河边走 大能不是邪呢 此事再着急 也无济于事 大哥 先消消气 咱们一起再想想办法 啊 来 大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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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齐的事 现在怎么样了 嗯 你还好意思问 我告诉你 四齐这回有个三长两短 你在这个家的日子 就算过到头了 怎么了 不是吗 有一个黑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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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怎么样 去的时间实在是不巧 那刘培生刚好回家 那有没有打谈到 雪军一路的下落 对不起 少爷 没能打谈到 是 局长 什么情况 跟前两天一样 没有什么异常 对了 局长 虽然没有发现什么 不过 除了胡铁城妇女 还有周二师徒之外 还有一个人也经常出现 什么样的人 那人有些瘦 看上去像是刚刚打病出狱一样 难道是那个麻风病人 您是说YM贾二十四坑的那个盗墓贼 不错 可是那人我们并没有见过呀 你个傻小子 转来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对呀 局长放心 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千万记住 抓人的时候 不要惊动胡铁城 是 局长 坐吧 谁呀 谷先生 是我 周二爷 谷先生 二爷 找我有什么事 可否进屋内祥谈呢 请 请坐 二爷 多谢 二爷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有什么事 说吧 那好 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情 想请谷先生帮忙啊 这天下间还有什么事 能难得住周二爷啊 说来听听 那黑白二鹰 是我大哥胡铁城之托 从YM贾二十四坑 取回了铜顶 但那后边的甲骨片 却被白鹰拿走 现在落在了考古队的手里 我想请你帮个忙 再把甲骨片取回来 当然了 我不会让你白辛苦的 需要多少 你开个价 我绝不反悔 二爷 你觉得谷某会为了钱做这事吗 人为财死 鸟为狮亡 这又何不可 你我都知道那片甲骨的重要性 莫不说我不会去做 即使我去了 你出得起那件 顾芳 那黑鹰是受谁的唆使 才不肯与白鹰合作 导致今天这种局面的发生 你我都清楚 我劝你 不要逼我把事情做绝了 我要是逼你把事做绝了 又能如何 顾芳 你的身份 我很清楚 如果我到警察局那儿 说这儿有一个 他们想要抓的大盗 他们会做何反应啊 如果我告诉警察局长 我知道他的女儿关在哪里 我还知道统顶藏在哪里的话 你估计他会做何反应啊 你 周二爷 我劝你回去和胡铁城 好好商量商量 他虽自语为英雄 在我这儿 充其量是个枭雄 如果他能把属于国家的统顶 还给国家 那还算是个英雄 胡锋 你不要太狂了 你当时跑啊 你们什么人 把他给我带走 好了 小官 说说吧 你 你 你们搞错了 少官 说说吧 你叫什么名字 会长官的话 我 我 我叫白鹰 YM甲二十四坑里的东西 是不是你们兄弟俩偷的 不不不 少官 不是我们干的 用刑 是是是 是我们干的 那你们偷了什么东西啊 一 一副铜鼎 还有呢 没了 没了 有有有有 还有 一片居士青甲骨 这还差不多 那现在那东西放在哪里啊 我 长官 我我我我刚一出洞口 就中了毒 后面的事情 我我我 我就不记得了 真的 真的长官 真的不知道 长官 我 如果 我有败主假话 你 你现在可以杀了我 长官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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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文远 老师 怎么会是你啊 呃 我白天做的笔记忘了拿 所以晚上过来取 啊 啊 你们这是 哎呀 我们以为是贼呢 啊 我看天色太晚了 就没有打扰你们 自己悄悄的就过来了 啊 呃 没想到让你们误会了 没事 不走了 回去休息吧 打扰你们了 老师 明天早点休息吧 好 回去吧 哎 咱们回去吧 啊 我再问你一遍 那副铜笛 和甲骨片 都到哪儿去了 我说 我都说 那副铜笛 在 在 护铁商手里 那片甲骨 被 被我大哥 买了 再回来 我 我 我不知道了 那你的大哥 现在在哪儿 他 他 他 跑了 那副铜笛 放在鱼头客栈的什么地方 我 大概 记得 给他松绑 是 局长 给他松绑 走 来 走 三小姐 来 古先生找我还有事儿吗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 古先生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你是我什么人 我凭什么要生你的气啊 你很清楚 我古风 对什么人有情 对什么人无疑 任小姐 确实对我情深意重 可我只把她当妹妹看 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古先生真会说笑 我只不过是一个山野女子 又怎么会知道 你这个上海少爷的心思呢 反正是� 对 对 爹 爹 刚才凝乡告诉我 说您要让股方搬走 对 而且是必须马上搬 为什么 人家一直都按时付房钱 从来也没拖欠过 咱们有什么理由 要让人家搬家呀 这个跟钱没有关系 因为他 会带来很多麻烦 他会有什么麻烦 我看 就是爹不喜欢人家 我倒是觉着 虎丰人挺好的 还时常帮着咱们 爹 分明就是你故意找借口 让人家搬走 萨儿 莫非 你真的想让爹说破吗 我已经让顺子 通知他马上搬走 彻底离开鱼头客栈 爹 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总是看他不顺眼呢 萨儿 其实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你的脾气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那么幼稚呢 那个古风 他有什么好 为什么让你 总是念念不忘呢 就送到这儿吧 我走了 古风 我爹这个人的性情和脾气 你应该了解 希望你不要介意 别怪他 我不怪他 你行 照顾好蔡小姐 好 以后 你还会来做客吗 当然了 当然了 我陪了 好 今 Sel 半个家 还有盯手吗 小姐 吓死我了你 我还以为她跑哪儿去了呢 原来就在咱们附近的一个客栈里 没有走远 这个人真是的 这下放心踏实了吧 你胡说什么呢这个死丫头 她住在哪儿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才不信呢 明明心里挂念得要死 可是孩子要装作若无其事 谁念着她谁念着她了 你这张嘴就会胡说 要是再胡说 看我不撕烂了 好了好了小姐 我做了我做了 小姐饶了我吧 我可告诉你啊 如果再有下一次 看我怎么教训 那就保证不敢 千儿 来 把药喝了 怎么 那个鼓风不来 药都不喝了 我喝了还不成吗 这还差不多 仗儿 听爹说句话 那个鼓风背景复杂 将来也不是个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 以后啊 你少跟他来往 爹 我都这么大的人了 交什么朋友你也管 爹不是那個意思 現在這世道亂 日本人都快打過來了 爹是怕你整天掛念著那個姓谷的 將來會吃大虧的 就是吃虧我也認了 這孩子怎麼說話呢 朋友喝了啊 這是白鷹昨天晚上標出的位置 這是古鋒的房間 這裡是胡鐵城的住處 童頂就在這個房間裡 聽清楚了嗎 清楚了 要不是小女被胡鐵城綁架 我是絕不會出自下策的 局長你放心 我一定會拿回童頂 讓您把小姐給換回來 好 二弟 怎麼了 大哥 兩個賊把童頂給偷走了 快 到底也是誰幹的 胡老爺 二爺 你們這是 興古的 我希望你把童頂交出來 童頂 童頂丟了嗎 你不要在我面前裝無辜 我們倆都是明白的 我知道你是行裡的高手 又知道童頂的秘密 如果不是你 還有誰 剛剛有兩個黑衣人偷走了童頂 二叔沒有追上 讓他們給跑了 明白了 胡老英雄 您自己也說我是行裡的高手 您覺得憑我的身手 要去偷童頂 會讓你們發現嗎 大哥 童頂的事 可能和這小子真的不關 我和刀賊交過手 從身手來看 不像是他 雖然我現在沒有證據 認定是你 但不代表我不懷疑你 最好不要讓我知道 童頂是你偷的 要不然 我不會放過你 大哥 你冷靜一下 這事跟古鋒它沒關係啊 爹 你們兩個先回去 我跟你二叔有事要商量 算你走吧 好 白鷹呢 為什麼這兩天沒見到他 不知道 大哥懷疑是白鷹 只有他知道藏童頂的地方 但根據身手來看的話 不像是白鷹 此人出手 招招很多 每一世都想置人於死地 而且力道很足 根本不像是白鷹的深仇 局長 就這麼一個破銅爛鐵的 這上面能有多大的秘密 不該問的就別問 下去吧 是 局長 報告老爺 出了什麼事 童頂現在在劉培生手裡 他放出話來 說要想拿回童頂 必須用劉小姐做交換 不想負上很 Zug 原來 原來偷銅頂的 是劉培生派來的 難怪白鷹這兩天不見人 肯定是被他抓去了 严刑逼供 让他说出了藏铜顶的地方 顺子 你先下去吧 是 大哥 这个刘培生 果然是只老狐狸啊 三小姐 你这儿老爷说什么事 我刚才跟老爷汇报完 刘培生女儿的事情 下去吧 是 夏小姐 爹 二叔 刚才顺的来说 刘培生怎么了 原来是他派人过来 把童顶偷走的 真的 这刘培生还真是个老狐狸 看来咱们忽略他了 原本以为 把刘大小姐 放在咱们手里是一张硬牌 他不可能不跟我们合作 可是谁想到会这样啊 我也想不到 因为他知道 童顶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 既然这样 爹 我看咱们就把刘大小姐给放了吧 跟刘培生正面交锋 现在已经是这个局面了 咱们也撑不了多久了 绝对不可以 刘大小姐 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王牌 绝对不能轻易地把她放送 我赞成大哥的想法 现在童顶在刘培生的手上 如果再放了刘大小姐 我们拿什么和刘培生抗衡 再说 现在放了她 也确实对我们不利啊 可是 那童顶呢 那就暂时 先放在刘培生那几天吧 我们千万不能太着急 否则 就中了刘培生的计 爹 那童顶和丢失的甲骨里 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啊 是啊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两样东西价值连城 能够让刘培生那个老狐狸 拿它来换刘大小姐的命 萨儿啊 童顶和甲骨 对我们意义重大 这是你爹 用了十年的牢狱之苦换回来的 而现在这两样东西 全在别人手里 你说 我们闹心不闹心的 我知道二叔 可是 你们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现在 还不是时候 总之 童顶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 一定要尽快把它找回来 是 爹 我们的刘大小姐 吃饭了 端总 我不想吃 你爱吃不吃 不过我告诉你 以后你恐怕就没有机会再吃我们鱼头客栈的饭菜了 你什么意思 你们要干什么 刘大小姐 看来你爹挺在乎你的 我们这张牌 没有白鸭呀 你回来 你回来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只要他胡铁城和刘飞生越扛越深 事儿闹得越大 对咱们就越来越好处 你说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两边都要给我盯进了 一有风吹草动 一个告诉我 是 少爷 胡先生 来 请请请 请 好 来 请坐 好嘞 教授 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没有啊 说来也怪了 虽说把风放出去了 但最近几天 一点动静都没有 这倒奇怪 是啊 除了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怎么了 其实呢也没什么 前天晚上我听了房里 好像有翻东西的声音 我以为是盗贼来了 就和守卫一起进去 想当场把他抓住 谁知道 是文远在找东西 马文远 是啊 就他一个人吧 是啊 那天很晚了 他怕吵醒我们 所以没开灯 教授 此人什么来历啊 他是我的一个学生 一年多前 从外上传进来的 怎么 你怀疑他 郭先生 你要说别人 我还可能信 这小庆和文远 都是我的得意门生 关系非同一般啊 他们是绝不可能 做这种事的 教授这么说 我自然是信得过 不过上一片甲骨的消息 只有我们有限的 几个人知道 所以不得不防了 多加些小心 总是好的 也对啊 教授 您觉得这个地方 还会有什么发现吗 通地不见了 再玩下去也没收获 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了 只是 我不甘心啊 第三片甲骨 现在下落不明 铜顶短时间又取不回来 教授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能寻找到第四片甲骨 你也知道 寻找甲骨的方法 现在没有甲骨线索了 恐怕是大海老真 比登天还难啊 相比起来 寻找第一片甲骨 还比它还容易 嗯 龙伯伯 大家都忙了一天了 让他们休息休息吧 时间也差不多了 让大家收工吧 好 哟 古掌柜 来这儿是不放心您的甲骨啊 何小姐说笑了 甲骨放在董教授这儿 我非常放心 那谁知道 小秦 别乱说了 麻烦了 我们还是去加入 这里是不严格的 后来 早就介绍了 小秦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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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